大家好,我是来自DP集团的徐军律师 今天很高兴能够给大家带来由我们DP集团准备的越南投资食物指南 希望通过这份指南能够给对越南地区投资有兴趣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最新咨询 DP集团是一家全球化的咨询集团 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和办公室 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在全球各地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以最快的方式提供最好的服务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球每一处商业首都设有办事处 以改善全球商业环境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拥有成熟的国际经验 高层次和强大的网络 国际化和多一种团队 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提供卓越的服务 同时我们时刻更新发表我们的出版物 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带来第一手的资讯 我们的组织架构是由卡尔·德安吉尔和 律师事务所是主要从事国际性的法律专员服务 是寻求进入全球市场并在其中取得成功的公司的重要参考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客户的最忠实的伙伴 德安六律师事务所拥有多样的全球化的合伙人管理背景 带领德安六律师事务所团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德安六律师事务所的劣务领域包括公司法和商法 兼并收购 环境法规 劳动法以及知识产权等 普兹瑞加财税咨询 普兹瑞加财税咨询是DP集团旗下一家充满活力 享用迅速国际化的咨询公司 专长于会计 税务及财务咨询服务 我们支持中小型企业和跨国企业 在中国 越南 印度 意大利以及其他各个地区的发展 益师达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是DP集团旗下另一家专门从事社交媒体管理 数字营销 公关和活动策划的公司 成立于2017年总部位于上海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数字策略服务 帮助改善品牌的线上内容和定位 陈思百德教育是DP旗下从事教育咨询的机构 秉承着带领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和企业家走向世界 并不断取得成功的信念 我们已经与全球30多个国家百余所知名高校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致力于带领中国人走向世界 我们期待以专业的服务和雄厚的资源 带给我们的客户国际化的视野和体验 除此之外 我们DP旗团还提供中国食物指南 中国食物指南是关于如何在中国经商的食物指南 对于任何想要进入中国的投资人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我们也时刻更新着我们相关的指南 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带来第一手的资讯 除了中国食物指南之外 我们同时还撰写国际食物指南 我们的国际食物指南内容 包括在越南、意大利和白俄罗斯市场 进行投资的各个方面的资讯 我们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了 在这些国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带来一些参考 经过多年的运营 DP集团已经拥有并取得多家知名公司的信赖 在此我们将与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展示给大家 同时也证明着DP集团 在过往的经营和服务中 已经取得了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同时DP集团还与全球知名的高校取得的合作 通过与高校的合作 我们能够不断地吸引新鲜的人才加入我们的集团 也同时将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在学校中求学的学子们 DP集团在全球各处都受有办事处 以上是我们各个地区办事处的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需要 请随时联系当地的办事处 我们将尽快第一时间的给到您回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我们DP集团最新出版的 在越南地区进行投资的食物指南 越南现在已经成为来自全球制造商的大本营了 在2020年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 越南通过严格及时的措施 有效控制的疫情 确保了其经济持续增长 通过克服最困难的时期 越南目前依然显现出巨大的长期增长潜力 近年来越南又签署了十多项字贸协定 为其进入国际市场 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国的制造商和投资商 进入越南进行投资 我们的食物指南介绍了越南市场投资的各个方面 为我们的读者带来了第一手的资讯 和全方位的知识和经验 DP集团在越南直接开展业务 拥有办公室 我们协助我们的客户在越南建立起 他们拥有自己的商业体系 并且协助客户在越南的经济发展中 取得他们的商业成功 越南外商投资指约指南 是对越南投资机会和相关投资方式 进行紧接而完整的分析 由于越南处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的战源地位 近年来不断的吸引和支持外商投资的政策 使得越南市场越来越被国际市场所看好 本指南只在帮助外国公司在为欧门越南自由协定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之前做好准备 以准确地了解越南市场 结构简洁明了 通过丰富而完整的内容 为在越南开展业务的投资者提供了实用的解答 越南工业园区实物指南 对于那些有计划将公司迁往越南 并寻求相关可利用机会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指南指在为希望在这个新兴市场 进行明智投资的公司提供实用工具 充分利用越南境内300多个工业园区 为投资者提供的奖励和优惑待遇 协助我们的客户以及读者 能够更好地了解越南的投资环境 越南原产机证书越南制造实物指南 是对相关程序要求进行阐述 为获得越南制造证书提供相关支持 至于越南制造标签 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以及越南作为东南亚贸易中心的中心地位 本指南以国家立法和现行国际协定为基础 简洁明了阐述原产地证书的要求和相关程序 并提供了一些实物的例子 感谢大家今天时间能够与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准备的越南投资实物指南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准备的越南投资实物指南 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刚刚展示的联系方式 或联系您所在地区的我们办公室进行接洽 我们将第一时间提议回复 以及给到你更全面的 有关越南实物投资指南的更多资讯 谢谢大家